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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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專業基尼 來跟阿嬤的這個 這個老政演技 來這個基盤 阿嬤 全力來支持政府的這個 防疫工作 大甲媽繞境確定延期 延親標不只一次 強調尊重專業 百年宗教盛世第一次改期 似乎因為壓在心頭的重擔 總算卸下 被問到那繞境延期 有擲筊問媽祖嗎 講完自己也笑了 可是大甲媽漏盡 早已不是宗教盛世而已 鎮南宮旁商機龐大 橫跨好幾個產業 都推出跟大甲媽合作的聯名商品 但手裡高餅類吃的喝的 穿戴包含帽子衣服球鞋 從頭到腳都有媽祖聯名款 肺炎的關係 人減這麼多 疫情它可能大家比較知道 從來他們也會擔心 價錢都會有影響 延期大家可能來的人 就比較少了 從武漢肺炎爆發以來 生意已經掉四成 商家本來期待 趁三月營媽祖 人潮湧入賺一波 小攤商只能自我安慰 疫情當前共體時間 但擴大層面來看 往年大甲媽漏盡 橫跨四個縣市一百多間廟宇 來回一共三百三十多公里 狂吸兩百萬人潮 創造至少三十億商機 堪稱台灣地標最大千禧活動 創造出八組經濟學 如今繞盡延期牽一髮動全身 台中市文化局估計 今年參與人數恐怕要降到 一百五十萬人次 大約是原來的七成 影響周邊商機可能跌破二十億元 推估得等防疫期過了 消費力才會跟著解凍 三立新聞曹勝章 江俊陽 SNG小組 台中報導